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 那么今天这一开始呢 我们就讲日本战国最后的一个篇章 准确的说 这个历史事件 它所发生的时间 已经是在战国结束以后 德川幕府的统治也日趋稳定 但是呢 这个历史事件 与日本战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是日本战国 一个强有力的尾音 那么我们要讲的就是天草一魁 也就是说 这部讲日本战国的专辑 我们是以英人之乱作为起始点 以天草一魁作为结束 天草一魁又被称之为导员天草起义 说起这个历史事件 具体情况很多人并不清楚 但是说到天草一魁的领导者 天草四郎 又叫天草时珍 很多人就很熟悉 因为这是日本动漫和日本游戏中 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导员天草一魁 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导员天草一魁始发于 公元1637年12月11日 到1638年4月12日被平息 前后耗时四个月 德川幕府调兵遣将了十多万人 死伤的人数达到了一万多人 当时是由三代将军德川加光主政 那么这也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最大规模的一魁 也被称之为导员天草之乱 那么起义前的导员天草地区是个什么状态呢 导员天草地区的天主教势力 有着非常雄厚的民众基础和传播传统 当时的耶稣会在日本所设立的日本管区 主要分为三个教区 天主教徒的总数大概在15万人 第一教区为夏 主要包括的是尤岛 大村 天草 平户地区 信徒是11万多人 是最大的教区 第二教区呢 是丰厚国 也就是天主教大明 大有棕林的领国 信徒在一万人以上 第三个教区呢 是京都 大概有信徒5000人 那么夏教区的肥前国 有几个大明 其中最著名的天主教大明 第一人就是大村纯忠 他的领地里 大概有六万到七万的领民 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最初的时候 他领内的主要宗教信仰是佛教 领民大多数都是佛教徒 那么从佛教改宗信仰 信奉天主教的人 仅占很少的一部分 但是到了1575年 情况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领主大村纯忠 他成为了天主教徒 他就下令捣毁 领地内所有的寺院 大村一族和他手下的众臣 都皈依天主教 领内全部的领民 也在短时间之内 被迫改信了天主教 领内呢 建造了天主教的两座修道院 各有三名祭司和数名修道士 其中的一所修道院在长崎 由于长崎的信徒日益增多 而葡萄牙商船也多停靠在长崎 在这里开展商业贸易 再加上传教士的游说 大村纯忠 索性就把长崎赠给了耶稣会 长崎就成为了天主教 在日本的教会里 那么肥贤国天主教信仰更为兴盛的 是在岛原半岛南部的南高莱郡 这是大村纯忠本族尤玛氏的领地 他的长兄尤玛一侄 在1576年和家臣一起 受洗礼成为了天主教徒 他领地里的那些老百姓 也陆续的改信了天主教 那么佛家寺院就被教堂所取代 尤玛一侄的儿子尤玛情信 后来也接受了洗礼 成为了信徒 至此呢 尤玛是统治下的领民 全部变成了天主教徒 佛教寺院悉数被破坏 尤玛领地内的传教活动的繁荣 也让西洋的这些传教士们欣喜若狂 他们更加不遗余力地加大传教力度 在领内建立了培养宗教人才 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神学院 这是日本当时仅有的两所神学院之一 学校内的学生多数都是五家子弟 除了宗教教育之外 还设有拉丁语 葡萄牙语 音乐 西洋绘画 雕刻 西洋钟表的制造方法等等课程 那么教会的驻地也在这里 在传教人员极度缺乏的时候 尤玛领地 却有常驻的传教士五到六人 由此可见 天主教在当地的地位之高 在日的耶稣会也以此为据点 向全日本进行除了传教之外的西方文化的传播 关于1587年 丰盛秀吉发布了传教士追放令之后 在日本的传教士并没有离开日本 而是潜伏在岛园天草等地 当时的传教士大约是120人 而潜伏在尤玛领地的就有70人之多 再加上滞留在天草的九人 已经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当时在日耶稣会领导者们 就居住在岛园的嘉金左村 传教士之所以敢于违抗秀吉的禁令 滞留在日本 是因为在尤玛天草等地 天主教群众的基础非常好 能够成功的帮助传教士们潜伏 而秀吉的传教士追放令 也并没有起到作用 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 这反而使得岛园的传教事业 比之前更为繁荣 领主有马情信 也对传教士和天主教徒大力的保护 所以事实上 岛园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天主教中心 那么天草诸岛和岛园地区的情况 大致类似 战国时期天草诸岛的豪强 主要是有大师野岛的大师野士 上岛的上金士 七本士 下岛的天草士和志祺士 他们被称之为天草乌岛 历代都统治的天草地区 志祺士是最先成为天主教徒的领主 但后来又改宗弃教 天草诸岛的天主教中心 是天主教领主天草士所统治的下岛的南半部分 公元1566年 志祺家的家主志祺震惊 邀请油马领地的耶稣会传教士前来志祺传教 他不仅自己带头承认了天主教 接受洗礼成为教徒 还取了一个叫约翰的教名 来显示自己的前程 在他的推动下 整个后下岛有一千多人成为了教徒 那么和大多数信教的领主一样 志祺震惊信教的目的 主要是希望葡萄牙的商船 能够停泊在自己的领地内 借此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不过好景不长 由于大多数的家臣对此表示反对 志祺震惊 他只好弃教 转而改为迫害天主教徒 那么和志祺领地相邻的 是天草上种的领地 最初呢 天草上种 他也经历了信教 家臣反对 转而弃教的过程 但是公元1570年 势力强大的 有着统一九州诸国野心的天主教大名 大有宗林 向天草无党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对传教士和传教活动 加以保护 那么天草上种 借这个机会 就稳定了他岌岌可危的领主地位 强制领地内的家臣 佛教徒和领民 改信天主教 他立志要把自己的领地 建成一个天主教的王国 封人秀吉统一九州之后 为了牵制本地的大名 改封了很多大名 使他们之间的领地 犬牙交错 相互制约 公元1588年 秀吉封手下的大将 小西兴长 作为肥后国 近十五万弹的大名 那么天草诸岛 就在小西兴长支配的范围之内 那么因为小西兴长 他是被转封的大名 并没有自己的居城 所以呢 他就向天草无党 派征建成的摇曳 和各种的建成材料 本来就对小西兴长 把自己强大为家臣不满的 天草无党 纷纷起兵反抗 刚开始呢 小西军急递败退 后来周边的援军到达 局势发生了逆转 小西军和加藤清政军 合并一处 迅速平定了叛乱 在这次依魁之后 原来的本地势力 天草无党 就失去了领地 天草诸岛 就处于小西兴 直接的支配之下 后来呢 在耶稣会传教士的 斡旋之下 和小西兴 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 天草士 就恢复了原来的领地 经过简历之后 以天草士为首的原领主 就成为了小西兴的家臣 对于天草的天主教徒 小西兴的到来 未曾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小西兴长本人 就是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 他极力的推动领地之内的传教事业 不但创建了神学校和教堂 还印刷了很多 天草天主教版的 活版印刷品 天草家曾经想建立的 天主教王国 在小西兴长的统治下 出现出行 那么秀吉死之后 德山家康一直独当 并且拉拢 众多的原来封臣家的大名 图谋夺取政权 那么誓死忠于封臣家的小西兴长 就联合了十天三成等人 与德山家康相对抗 官员之战 西军战败 小西兴长也被游街示众 最后被斩首 那么在官员之战中 和小西军对阵的四则广高 栗战到底 最后击溃了小西军 虽然他自身伤亡惨重 但是受到了德山家康的高度赞扬 所以战后呢 他就受封 肥前国 天草等地 一旅成为了 拥有24段俸禄的大名 那么导原领的领主 一直是尤马氏 尤马氏呢 也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大阪之战中 许多天主教徒和浪人 都加入到反对加康的大阪一方 他们的英勇作战 让德山家康苦不堪言 战后呢 德山家康就决定 要严厉地肃清 日本境内的传教士和天主教徒 那么导原领的领主 这个是尤马之纯 他接到德山家康 要求彻底消灭天主教的命令之后 一度非常的为难 因为导原领的天主教势力 实在是太强大了 而且大部分的家臣 和领内的武士 都是天主教徒 虽然尤马之纯 他也是天主教徒 但是他对德山家康 非常的忠诚 所以呢 家康让他弃教 他也就弃教改宗 由于天主教家臣 和领民的极力抵抗 尤马之纯的禁教命令 根本无法实行 德山家康得知之后大怒 认为尤马之纯本人 就是天主教徒 认为他不会尽心尽力的 贯彻禁教令 但是由于尤马之纯 从小就陪伴在德山家康的身边 深受德山家康的宠爱 而尤马之纯呢 又是德山家康的曾孙女婿 所以德山家康对他网开一面 把他转封到日向国 严刚去了 1616年 松仓仲正被转封到 原尤马市的领地 岛原半岛 从一万弹大名 晋升为四万弹大名 松仓市原来是战国大名 同景顺庆的家臣 仲正的父亲仲信 后来追随在秀吉的身边 授封伊赫国 明章城八千三百弹 官员之战中 仲正站在了德山家康一方 并且立有战功 虽然松仓市曾经一度失去领地 成为浪人 但后来呢 又被德山家康赐予了 大和国与智郡 二建五条城 一万弹的封地 那么最后呢 获封了岛原岛 松仓仲正是一个著成名人 那么到了此地以后 当然不满意原来的日野江城 所以就大兴土木 大兴土木 你就要钱要功 那么岛原人民受到了双重苦难 一方面 信奉天主教不允许 另外一方面 还要无休止的为领主服各种的劳役 不愿意弃教的人 就会遭到种种酷刑 甚至被活活的杀死 那么租税也极其的苛刻 种一棵烟草 收获烟叶的一半要上交 种的茄子要预计结几个果 有时候收成不好 收获的东西也要全部上交 除此之外呢 松藏重症还对领民实行非常荒唐的叫踏会制度 所谓踏会就是指把刻有耶稣受难像的木盘 扔在地上 让怀疑为教徒的人用脚去踩 如果乖乖从命的就不是天主教徒 或者呢 即使是教徒但也有心戏教 如果不愿意去踩 那么就被处以火刑 这种方法并非是松藏家的独创 而是幕府搞出来 并且到处推广的镇压手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岛园天草的这些天主教徒们 就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 前途看不到希望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传说在岛园天草开始流传 说是1614年左右 一个神父在被迫离开日本的时候曾经预言 说25年之后会出现一位天童 儿童的童 他是上帝在世 精通教义 精通魔法 他一定会拯救你们 那么后来呢 就真的出现了一个人 这就是天草岛小西家武士 一天好赐的儿子 四郎石珍 年方16岁 苦难中的人们就成千上万的 聚集在他的周围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1937年10月25日 牛马村的村民挂起了天主教耶稣的画像 秘密进行宗教祈祷 当时呢 本村的村官 林兵左卫门突然闯进来 大声的训斥正在聚会的信徒 并且撕毁了画像 那么忍无可忍的这些信徒们 就群起杀死了林兵左卫门 相续传到各个村落 沉寂已久的天主教徒终于发生了暴动 相继杀死了由领主任命的周边几个村的村官 启迪军就拥立当时在天主教徒中 拥有极高声望和神秘色彩的16岁的少年 天草四郎石珍为总大将 以游马村天主教徒为中心力量 团结起各地的天主教徒 和对幕府不满的浪人武士 启迪由此爆发 天草四郎本名是宜田石珍 他的父亲一天好刺 是小夕欣赏了家臣 后来呢 石珍被过继给了天草圣兵卫 改名为天草石珍 天草自小 聪雲过人 有神童之称 而且长得非常的俊秀 有一位相士曾经对天草说 阁下面相尊贵 本应掌握天下 只可惜生在德川时代南城大师 那北九州地区 这是天主教传播的中心区域 战国后期有大量的平民 甚至是武士都归于了天主教 这些人在大殉教之后 被迫潜伏了下来 趁着这次一魁再度抬头 因此呢 固守岛园城的 并非是仅仅数万的农民 其中也掺杂了很多 信奉天主教的浪人 天草四郎师珍 首先是这些浪人们精神的领袖 喜军很快就准备聚集力量 围攻领主的居城岛园城 岛园领地的家老 钢本新兵卫等人 率领着藩军出城 前往深江村去狙击一魁军 根据幕府的法令规定 各地大名的居城 都是由将军所赏赐 名义上是归属于将军 也就是上阳玉城 如果被一魁军占领的话 那么守城的人将出于死刑 所以岛园的藩军 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出城迎战的 想剿灭一魁军于城外 那么从永瓦村到岛园城 有30公里 其中深江村是必经之地 也是岛园城的门户 那么藩军是否能够 把一魁军在深江村 彻底的剿灭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